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脱线说 演艺圈打滚了50年 看尽艺人风花雪月 人情冷暖 人生百态 人无千日好 花五百日红 老一辈的艺人玩景凄凉 他60岁了也应该为自己的家庭 小孩着想 保时要记得腰 饿 食 刚好当时和他配合的制作人也到美国 所以他就跟着退休 民国82年左右 决定带着全家到台东打拼 脱线说 他在路野香台九线出路大桥北端桥头 买一块的 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 一瓶的比一瓶榻榻米还便宜 他买了一二十公顷 不过 后来才知道那块地是很贫瘠的沙石的 刚开始种椰子 种了将近2000颗 最后只剩下二颗 后来改种木瓜 又得到病毒 无法采收 既然这块的不适合农作 那就改畜牧 于是养了近百头亩的台湾土羊 自己割草 喂食 但土羊娇小 肉不多 有人建议他引进国外的公羊交配 没想到是一场噩梦 脱线说 他买进二只公羊 负责交配 不到一个星期 二只公羊忽然瘫痪 兽医师看了说 全部都是母羊 只有二只公羊 难怪会瘫痪 它们活不久了 果然 一个月后 二只公羊精进而亡 也算死得开心 他的牧羊场也宣告结束 演的是喜剧 没想到真实都是悲剧 脱线欠下一屁股债 但悲剧还继续上演 脱线说 拼最后一次了 决定养鸡 自己动手弃墙 看街 盖鸡舍 新建脱线牧场 没想到第一年就碰上台风 全部又被老天爷没收了 我又没害人 做坏事 脱线说 他不服输 于是贷款重来 鸡 养成功了 正开心的等鸡饭来收购 没想到鸡饭这只鸡摸一摸 那只鸡捏一捏 结果说 太瘦 不买了 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脱线决定 自己养自己脉 推出战斗机品牌 喊出脱光衣服 带出厂 加50元 发挥他的喜感天分 许多游客都被他的行销噱头吸引 他说 有一天忽然警察找上门 警察说 有人检举他经营色情行业 我有听没有懂 警察指着带出厂250元 脱光衣服 加50元的招牌 他才恍然大悟 他向警察解释 脱光衣服的意思是帮忙杀鸡 毛拔光光 要加50元 脱线说 刚开始卖鸡还是亏钱 921大地震重创台中 他看到还有人比我还惨 于是带50只鸡到灾难现场 煮给那些失去家园和辛苦的抢救人员吃 被媒体发现报导 外界才知道原来脱线在台东养鸡 战斗机从此声明大造 脱线的战斗机从2万只到20万只 也从地方的机场变成国际机场 校将变成机场 奋斗了10年 开始转亏未赢 接着脱线扩大规模 经营餐厅 脱线说 刚开始是亲朋好友到台东找他 他杀鸡和煮一些野菜招待 但大家都说好吃 于是就这样一桌 二桌开始经营餐厅 并且煮大桶子鸡 从此脱线的人生从悲剧又回到喜剧 桶子鸡成为全台美食 脱线创造了桶子鸡王朝 脱线说 刚到路野时 许多人摇头说脱线迟早穿条内裤回台北 但是 二十几年了 脱线还在路野 做人偶而脱线可以 但是做事要有决心 中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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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认诈 中央设 中央设